谢谢许董的介绍和许董的邀请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 非常荣幸今天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这个比较现在最近比较火的这个话题 那么我从这个题目是这样想 就是说这个Chad GPT现在是最近比较火 我想通过今晚上的交流 我还是想分享一些Chad GPT它的最基本的原理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工智能领域 应该本来应该同样火的一些 大家可能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我一直在学校里工作 这个咱们跟咱们这个投资界产业界 可能相比呢这个是纸上谈兵一些 可能咱们在听众里可能有一些 也许在这个领域里肯定吧 在这个领域里可能比我钻研的更深 所以今天算一个交流 如果我讲的这个不太准确的地方 或者不够的地方 欢迎大家批评指证和补充 那么这是我这个这个目录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Chad GPT非常火 但是呢 这个很多的从看到的很多 这个很多人的这些评述也好啊 这个一些推送也好呢 好像这个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神秘感好像越来越强 它是一个好像很神奇很不得了 它确实是不得了 确实也很神奇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 这个从这个更根本的 这个从这个出发点来看一下 它的最基本的原理 当然它的这个细节的原理 它并没有披露 所以呢 我们只能从基本的原理上 这个来理解 它是怎么回事情 我觉得这样呢 是对我们分析它的应用啊 或者它的未来啊 是有好处的 那么先从这个机器学习来开始 这个抱歉这里可能有点这个小儿科 但是我想呢 这个业界对这几个词的运用 还是并不是特别清晰 大家都说人工智能 但是传统上呢 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 在几十年前 它和人工智能是一个并列的 那么现在呢 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是一个 大家应该能看掉我的鼠标哈 机器学习和 是一个更大一点的概念 基本上包括了模式识别 但是模式识别是 机器学习中最主要的部分 那么最近这个 一二十年来吧 这个发展最快的 这个深度学习 其实都是他们的一个 一种一大类解决方案 当然它现在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些东西呢 现在是在人工智能的核心 但是在推到几十年前呢 这个人工智能 它的核心是 其实更多的知识推理啊 这个一些这个符号逻辑 包括搜索等等这些方面 那么总体来说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 这个机器或者某种装置 或靠某种方法 或者建立一个系统 来解决我们人觉得 带有这个智能性质的一些问题 我们把它叫做人工智能 这是顺便说一下 这刚才提到我这个 我们最近 这也不最近了 前年出的这个教材 有一些基本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 那么说 所以在这个下面 今晚上的讨论里呢 咱们把机器学习和AI呢 就混为一谈 既然业界都叫AI呢 我们就都叫它AI好了 那么我总结呢 AI这个是有四大类任务 一类呢叫识别 比如说这个人脸识别啊 手机上都有这些功能 语音啊等等 这个是大家见到很多的 那么另外一类呢 是发现 这个发现 这个也可以专业的 叫做非监督的学习 其实比非监督学习更广一点 就是它从这个数据里 做知识发现 今晚上不做主要讨论 但是呢 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个 或者未来更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决策 这个从最典型的 就是AlphaGo下棋 那么当然我们生活中 或者产业界还有很多其他的决策 总体来说一个智能的博弈 这个包括和对手博弈 包括和环境博弈 就在复杂环境面前 怎么样一步一步 采取一些决策 在执行一些行为 来达到最后的某种 结果的这个 最好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是可以去积极学习的 这个事情 用智能来做 那么现在对火的这个 拆的GPT呢 包括有一些投资人 可能也了解的 这个叫AIGC 后面我们也会谈到 这是其实是 AI的这个另外一类任务 叫做生成任务 那么最近这一类任务非常火 但是我想呢 它其实其他的这些任务呢 应该同样重要 那么简单来说 如果咱们当然这个 对于这个 做这个计算机 或者是自动化 或者电子领域出身的呢 这个就很简单 但是我想抽象的来讲呢 咱们来这个一起回顾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 基本的概念呢 就是我有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它最简单的 它要执行一个功能 典型的就是有一个输入 输出 这就是一个从 我们简单 如果用数学说的话 它就是从一个输入 是个复杂的 可能是个X 然后输出 我们叫做一个复杂的Y 这可以代表各种东西 它这个机器呢 就是实现这么一个映射 或者一个函数 当然这个函数 如果固定下来呢 就不叫AI了 那么固定下来 这个 那么这个函数 关键是它能学习 学习是用什么学习的 通过某种算法 作用于一些数据上 或者把数据位给这个算法 然后才来决定这个函数 这是一个基本的 不管是哪一类的这个任务 都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 那么在这么一个基本的逻辑下呢 现在最这个发展的最好的或者是最最有这个发展前景的这个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些方法 它都用到了这个人工声音网络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是从人工声音网络发展起来 我想要真的去理解这个拆的GPT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可能还是需要看一下最基本的这个人工声音网络 这也就是说他人们觉得他带有一些智能性的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神经系统是由大量的神经细胞组成的 我们把它叫做神经元 神经元呢 他神经细胞和其他的细胞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这个细胞不是像鸡蛋似的一个圆的东西 而是一个他有一个这个大约是圆的一个细胞体 但是他有很多的毛刺 那其中一大类大量的那是叫束突 它其实是信号的接收器 那么还有一个通常是只有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叫做轴突 它是信号的这个输出端 前面是输入端 那么这个细胞体呢是扮演一个运算的决策 那这个决策 那么这个这个轴突呢 它又通常是要连到下一层的 或者下一个或者下一组的这个神经元 这里通过一个突出的连接 这是一个基本的生物神经生物学的一个模型 那么早在1943年 两位神经生物学家呢 建了一个基本的数学模型 就是神经元的一个数学模型 那么这个数学模型到1957年的时候 其实五六五七年那个时代 这个所谓的控制论 就是Cybernetics 这个时代 诞生的这个时代呢 Rosenberg的这个建立了一个机器 真的是一人多高的一个电子管的机器 那么把这样一个这个神经元的数学模型 做到这个机器里 能够实现最基本的一个二分类 比如给它一个照片 它用这个最早的这个非常只有400个像素 20x20像素的一个数码相机 可以识别这个照片 这个上的人物是男的女的等等 这是这个早期 那么这里边呢 早期这个50年代呢 这个发展 中间这个历史 我就不展开讲 很多这个咱们这个朋友都可能知道 那么到了80年代呢 它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 就是这样一个神经元这个输出的这个函数 有了一些改造以后呢 构造了这个多层的这个神经元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经网络 它实际刚才说实现的这个函数呢 就是一个从最开始的X 要做一层一层的计算 每一层要经过一个机器 这个经过一个机器 就是一层一层的计算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每一层里边这些参数 也就是这个神经元的这个连接的强度 或者叫全值呢 是要通过数据来学习的 那么这些学习 就是最典型的 最成功的一个方法 就是1986年 有几组科学家 包括现在很著名的这个亨顿啊 这个勒昆啊 当时他们发明的这个BP算法 叫反向传播算法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这个算法 就是为什么要很快的看一下呢 因为目前最高级的 包括Chatt GPT 它里边核心的算法 还是这个算法 那么所以它基本上呢 这个我们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 你不管这里有三层也好 一百层也好 总是信号进来 然后它要从这个输入端 往输出端 这么传播这个信号 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传播 我们有一个动画 一看 这个动画没动 这个不管 它就从输入的节点 到中间隐层的节点 到输出节点 这个信号传播过去 那么传播到输出端以后呢 作为一个训练过程 我们告诉它 预期应该是什么 那么这里呢 你就可以计算一个错误 或一个损失 那么呢 这个 这个关键是说 你 你怎么去让它学习 就是你最开始 让它随便开始 那么让它学习 知道错了以后就要改 那么知道错了以后 你在输出端 知道错了 它通过反向传播 把这个误差 严格来说 叫做误差的反向传播 它倒着从输出端呢 往回传 这个就是在 在传回来 就是把这个输出端的 这个 这个误差的传到前面 传的过程中呢 对所有的这些参数 进行更新 这样 来一个训练样本 然后就做这件事情 我们一轮一轮的 去做下去 那么这个 这个方法 当然它有一些数学的性质 可以去研究啊 这个是个最基本的 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在这个 可能有一些同行 可能不见得清楚 现在说自动驾驶 好像是最近 这个十年的 很大的进展 其实在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这个自动驾驶 已经相当火 就是当时 美国CMU为代表的 这个研究组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 神经网络 只有三四层的 一个神经网络 通过应该是 只有三层 这个神经网络呢 通过这个 这个这样的算法 去学习 就这个进行 主要当时是用来 去控制这个方向盘的角度 在什么样的路况下 就用这个小图 这个摄像机 这个踩出来以后呢 去去预测 它这个方向轮 应该方向盘 应该往哪个方向 打轮打多少 那么在一九九四 九五年的时候 已经实现了 能够在95%的时间 都不用这个驾驶员 去扶这个方向盘 能够横穿 美国的这个整个大路 所以这个是 当然它要实现 真正现在意义上的 这个自动驾驶 这样一个算法 还是非常幼稚的 这不是现在的 这个用的 就这样一个神经元的模型 还是非常幼稚 但是我们能看到 它其实在当初 已经非常那个 就那个时候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能够展现出 很强大的这个发展潜力来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快速的过 这个潜力后来 就没有怎么持续下去 这有历史的故事 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到12年 另外一个引起 这个大家 这个吸引大家眼球的事情 就是一个叫做 Alex Knight的 这一个卷积的神经网络 就是它在这样的图像识别上 识别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上 这个非常好 那么它是一个更复杂的 一个这么一种神经网络 那么这个同时呢 它成功的一个原因 是这个神经网络更复杂 另外呢 这里我画了两块 这个当年的GPU 这个因为它就通过GPU运算 因为你这个复杂了以后 样本也多了 这个运算量很大 当时是第一次用这个GPU来做这个运算 这个当时的网络的模型 应该是六千万左右的这个参数 那么在这个做一次训练呢 要五六天的时间 在这么两个GPU上 这是这件事的很多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那么这个我想如果是谈论这个现代的人工智能 那我觉得了解这个是有好处的 当然他们有些同事可能比我还清楚 那么这就是算跟大家一起 办后来回顾一下 那么我们看这个 其实这个深度学习在这个 就是刚才这个工作是开辟了这个 深度学习的热潮了 其实从学术界应该是06年的工作 但是这个12年这个工作是把这个产业界带进来 那么这个深度学习的热潮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停留在计算机视觉 图像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当然发展的很快 也带来了很多产业的发展 那么但是稍微晚一点 或者在那个同时呢 没有太多人注意 但是这个在悄悄的发展 那就是对自然语言处理 就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那么我们今天呢 既然谈拆的GPT 我们稍微把这个事情来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原理 其实这个原理最早也很早了 这个RN叫做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这个是很早的 它其实它主要是说 要把这个基于图像的这种神经网络 这个图像它是一个 一帧所有的信息就都在这里了 你给它一个照片都在这里 但是像我们自然语言呢 是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的 那么你如果都等说完了呢 这个事呢就很笨 当然最开始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要滔滔不绝的去说的话就很笨 那么所以就有一个RN呢 就是说它这个输入啊 是有一个时间在这里 就有一个时间序列 像这里我们说简单的说 先不说一个句子 我们先说一个单词 假如说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往外蹦 那就是H E L L O 一个一个的 那它让它一次接收一个 然后就进这个神经元 然后它自己呢 它然后再 可能这会儿有一个输出 也可能呢 现在没有输出 但是再来下一个字母 它又给它它刚才的那个 还得记得 那所以它是这么一个 叫循环的神经网络 通常人们会给它展开来画 因为它有一个时间轴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RN有一些别的应用 我们看一下它其实 RN的作为语言的应用呢 其实是这个拆的GPT的 它的根子是在这里 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 它怎么去用RN来学习一个语言 如果我们说学习一个句子 比较复杂的话 我们先说能不能学习单词 比如说我们以字母为基础的 就是告诉这个 它基本的这个字母 比如说假如它现在就是字母表 这只有四个字母 那这四个字母呢 HELO 那么我们现在给它一个训练样本 告诉它是HELO 说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语言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让这个神经网络一次 就是一个时间就给它一个输入 给它一个H 然后它中间有一个结构 一个运算 这个运算我们不管 它里边有一个向量的表示 有一些数据 运算以后它给它输出 先开始就像刚才的神经网络是一样的 先开始因为这个参数都是乱的 都是随机设的 所以给一个输出 就是这个输出是乱的 对这里抱歉 我这里没有说 这个怎么知道给它一个H呢 这里就要对它做一个编码 那么最基本的一个编码 就是既然我们只有四个字母 我们就用四维向量 1000代表H 0100代表E 0010代表L 这个001代表O 假如说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就给它这个向量 就变成数了才能算嘛 你给它字母 这个任何算法 不会认识的 所以中间会算出一些数来 这是内部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输出 让它也输出一个四维的 输出四维哪个大 要做一个规议化 哪个大呢 就是认为它预测的下一个字母是什么 那么这里它预测的下一个字母呢 是E 这个 它预测下一个字母是O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要求它是E 那所以这里就有个误差 这个误差我们就算 然后再把下一个再做 再给它一个E以后呢 再算下一个 给它给L下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累计出来 说完这个单词以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误差 对吧 然后就能给它算 然后这个误差呢 就算 就用刚才的反向传播算法 BP算法呢 就能去更正这些参数去学习 这样你不断的给它单词以后呢 它就不断的学 这个事情呢 你听上去这个算法好像很简单 这能学会吗 我们看一下 就用这么一种算法 当然是用26个字母 再加上标点符号 加上空格 那么这应该是三四十个 这样的这个三十多个 这个字母 这个然后我们让它去 找一本莎士比亚的书来去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刚刚开始 让它给它一个T开始 让它往后编这个自然语言 编出来的是乱的 但是有时候呢 它也加点符号 加点空格 什么之类的 因为全是随机的嘛 然后训着训以后呢 慢慢的开始 好像有点模样了 然后再训练一下 在这个 当你训练的比较多以后 你看哈 这有点像个英语了 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 这显然是不通的 但是呢 有点像了 这就是最早期的 这可能是 就是二十年前呢 就人们已经做到这个 但是有点现在那个模样了 那比如说 现在说 拆的GPT会写代码 其实刚才这个简单的算法 也会写代码 就是这个RNA的算法 你拿很多这个程序 去给它写 包括各种注释符号 都让它作为它的基本的单位 然后去训练 这是训练产出的 这个计算机写的这个代码 我们粗看一下 还真像那么回事 是吧 但是呢 当然这个代码 你也没有办法编译 它肯定是没有任何功能 它只是学会了这个格式 以及基本的这个语法 这个包括这里 这个英文呢 也是它学会了一点基本的语法 但是这个其实 其实ChattDBT 在做自然语言处理 或者做人工智能的人呢 它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飞跃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吃惊 不像全社会 对它那感觉那么吃惊 就是因为 这个很早就有这种事情了 那么人们觉得 还可以用这个东西 做数学作业等等 只是形式上 这个像了 但是实际上呢 它没有懂这个语意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这种学习 只是学习了一些基本的规则 什么词 什么字出现了之后 下一个应该出什么字 或者出什么字的概率最大 出什么字最容易正确 它学习了一系列这 也就是说 它把这个基本的一些统计规律 在这个语法层面上的 格式层面上的统计规律 学到了 它显然没有学到它的含义 那么这样 我们当然这样就没有办法用 是吧 我们想学它的含义的话 怎么学它的含义呢 我们来回顾 如果大家有孩子的话 反正自己小时候肯定不记得了 如果大家有孩子的话 回顾这个孩子刚开始说话的时候 你怎么教他这个单词 你肯定不能像咱们学英文的似的 给他一个hello 然后告诉他这是你好 因为你好对他也是新的 你怎么去给他学呢 这就是用上下文来给他解释语意 他最开始当他会发妈妈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并不确认 你只能认为他的发音器官成熟到一定程度了 他并不懂什么叫妈妈 当时当且仅当他会在正确的时候使用 见到妈妈的时候会叫 或者想妈妈的时候会叫的时候呢 你才确认他是懂了 我们教也是这样的 这个不会爸爸抱着他的时候使劲 就让你说去叫妈妈叫妈妈 这个肯定他是就会乱了 是吧 所以这个不管是训练也好 考试也好呢 是用这个上下文来定义语意的 那么那么这样我们让机器去学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我们其实我们上初中小学初中的时候 其实学习的一个很基本的一种方式 就是填空是吧 把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把一些词给你抠出来 但是前面呢给你候选的词 这我们填 稍微难一点的呢 就是光抠出一些空来 这个不给我们候选的词 我们填 这都是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 当然我们学中文好像没怎么遇到这个 这个步骤过 但是学英文很典型的 就是即使母语是英语的这个学生呢 他也是这么来学 那么这样来学 他就是学会了不只是个语法 当然语法也在里面 他是学会了语意 他知道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词 然后慢慢的就知道这个词的含义 妈妈就是指的这个人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事 那么这个思想呢 其实很早 2003年 Benjo 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组的人呢 他当时应该还是学生啊 就是来提出了一个神经网络的语言模型 就是这个 我不解释这个细节了 就是他就是把这个每一个词编码成 刚才说每一个词不到有变成一个向量吗 这个编码成一个向量以后 弄到一个神经网络里去学它 学它根据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稍微看几个公式啊 大家好久没看了 也看一下 也是对大家也是一种 一种换一换脑筋 就是他这个概率 这个现在这个词是什么词的概率 这个条件概率 这是给定他的上下文的情况下 他这个词 就学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2003年就有 但是呢 这个发展中间过程的比较慢 其实和那个计算机视觉领域一样 这个中间呢 就比较慢 但是到了13年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就是Google的这个研究者呢 他们提出一个方法 叫做word to work 就是从这个单词变成向量 这个单词变成向量 它有两种方法 思想和这个差不多 但是做的比他这个效果更好 就是说 我给他一个句子 这是当前这个词 这是前两个词 前一个词 后一个词 后两个词 然后用一个神经网络 让他预测当前这个词 通过这个神经网络呢 去学习 这个单词的某种 向量空间的某种表示 刚才说的 我们如果有 这个四个字母 就用一个四维向量 26个字母 用一个26维向量 这叫做独热编码 one hot coding 这个显然我们对单词多了 就不行了 我们这个 这个好几千个字 好几万个单词 这个就显然不行了 而且呢 这个这样一种编码呢 是没有信息量的 它只是一个 所以 它没有信息量 而现在学到的这个 就有信息量 另外一种 同时这个 Worthwake的另外一个 版本 就是说 我用中间一个字 去预测 它周围的字 反正总之是上下文来回弄 这样呢 就可以比较有效的 把这个所有的英文单词 或者其他语言的单词啊 给它用一个数学的 比如说200维 这么一个数学向量 它不再是一个01的向量 而是一个连续的向量 就在每一个单词 变成了200维空间的一个点 而且这个点呢 是可以做一些运算 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呢 还有这个刚才说 用RNA 抱歉 这个用RNA的这个语言模型 去可以学习简单的句子 可以产生一些 看上去像模像样的一些段落 那么用这个Worthwake的 这种编码之后呢 人们再进一步去把这个 这个RNA 人们就做 这也是Google的人 做了一个 有很有这个 这个这个 贡献的一个事情 就是叫Seq to Seq 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 就是一个序列 到另外一个序列 什么一个序列 到另外一个序列呢 一种语言 一个语言就是个序列 比如说英语 然后呢 翻译到中文 或者是法文 他就开始做法文了 那么就是说 用这么一个 这个RNA的一个结构 也是沿着时间展开 这样 先开始说这个英文的句子 说完了以后告诉他 我说完了 然后就让他同声传译 不是同声 稍微错后一点 这个EOS 叫End of Sentence 就是给他一个符号 先给他这个字母 给他这个输入句子 比如说英文的句子 这一个A不是一个字母 一个单词 然后把这个句子 输完了以后给他 给他以后呢 然后就给他一个 就让他开始翻译 这个目标的句子 然后就给他翻出来 然后呢 用大量的这些语料 去让他去训练 这样 这个是Seq to Seq 其实机器翻译里 一个巨大的成功 现在大家有些 有些朋友可能这个 已经在用机器翻译 现在机器翻译相当好用 这个就是已经 已经能够帮助去理解一些 不知道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 我有时候在这个疫情 最开始的时候 看一些韩国的疫情 日本的疫情 怎么样的时候 看他的新闻网 用这个机器翻译 已经能大约知道 他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 其中这是一个核心的 这个技术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可能大家会问 这他怎么 怎么能够做到这些事情 就这个 这个原来这个句子的 这个信息在哪里 都是通过 最后 最后学着学 这是个时间 横向是个时间 学着学着 把所有的信息 都堆到这里面 这个状态 它是个向量 然后在后边 让他去生成那个句子 就是前面 我们说到 RNA不是可以生成句子吗 现在他的这个 这个每一个词的 这个编码 学到了他的语义 该什么时候用 那么然后呢 他就用刚才那个方法 去生成句子 然后生成那个目标的句子 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 有点局限 这个局限就是这个 你把所有的那个句子啊 这个信息量都放到这个 说完了以后 如果那个句子太长 这个就存不住 信息量太大 那么这件事呢 后来有一个 这个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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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这个 一几年 人们 重新发现了它 但是最早是在 97年的时候 就提出来 一个叫做 长短时 的一个 记忆的这么一个模型 叫做LSTM 就是说 它是个特殊的 这个RNA 它把这个 用了一个特殊的通道 把这个很久 很久 以前 几十个字 以前的这个句子的信息呢 给它存着 然后这个把这个最近的句子 最近的这些词的信息呢 存在另外一个项量里 它有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我不展开讲 但是这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进展 由于这个进展以后呢 这个机器翻译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前进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这个沾沾自喜 就停在这里 那么15年呢 这个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提出了一个叫做 注意力的模型 它是这么一个思想 我们先看这里啊 就是刚才说到 你不管用了什么办法 你把上一个这个 这个英语句子的 所有的这个信息量 都集中的 你这个编码到 你你这个中间状态 这个项量里来 那么然后呢 从这个中间状态 去产生后边这个句子 后边这个句子 也可能很长 因为前面要很长 后边也就很长 所以当你前面句子 逻辑很复杂的时候呢 后边就会乱 所以当时人们说 几十个字以上的 就不太行了 人们做的实验 那么这个注意力模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进展 就是他打破了 刚才的那个 那个结构 他把这个 引入了一个 这个 这个我们抱歉 得看一点公式 才方便说 他把这个每一个输出 这上面是输出的 那个语言 把输出的 每一个词的时候呢 除了他用自己这个语言 已经造了什么词 来来预测 他下一个该说 什么话以外呢 他有一个注意力 这个注意力 他要注意到原来那句话 他的相应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他有一个上下文的 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对每一个要产生的词 就是要产生的 外的词 没产生一个外 我已经产生了 从一到 I减一 比如说从第一到第九 这九个词决定了 我第十个词来说啥 从这个语言上 但同时呢 当然你不要忘了 原来那个X 那个英语这个话 这个Y是法语 那么这个 这个他把这个里面呢 就是这个英语那句话呢 他不是靠积累的一个向量 而是说他这个 这个CI是 你看是所有原来的话的 这个这个求和 也就是说他这条线上 每说一个词的时候呢 他要看原来那个英语 那句话所有的词 但是看的时候呢 注意力不一样 有的重视 有的不重视 这个注意力也是靠学出来的 就所有的这些事情 他构建这个模型以后呢 那这个模型 你不是说人为指定 说这个词对于那个词 这是老一代的机器翻译 是这样 他查字典 这个词必须得对那个词等等 他现在新一代 这个机器翻译 他就去学这个注意力 用大量的这种 成对的语料去学 据说当时是用联合国的这个文本 不是六个语言 这个这个都是 都是有同步的这个官方翻译吗 这个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例子 横坐标是英文 纵坐标是法文 那么他把比如说 大部分英文和法文顺序 还是与序基本一致 但是有些地方不一致 比如说这个欧洲经济区域 这个这个英文呢 是先说欧洲再说经济区域 而法文呢 先说区域再说这个经济 再说这个欧洲 所以呢他这个注意力 他就到了一下 这个通过这个我们知道 那由于引用这个注意力机制呢 他就使得这个比较长的句子 就是就可以翻译的很好 当然我也不懂法文 咱们就不看了 咱们就相信他就好了 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所以注意力机制这件事是很好 同时呢 刚才既然是说 我可以用神经网络去做翻译 于是这个这个学界还是很这个发散的 就说我能从英文翻译成法文 我能不能从照片翻译成文字 就你看到这个照片 说一个人戴了一个帽子 那么你这个照片 你能不能用这个照片当做他的输入 然后呢 让他产生一个这个句子来描述这个照片 那么这个事情呢 做的也是相当成功 这是2015年前后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说这个描述的这个句子 还是相当成功的 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 然后这是2015年 那么由刚才说那个注意力模型 人们也很快也用到这里 就是刚才这个 这个RN的这个简单的模型呢 CNN加RN这模型呢 他这个图片复杂了以后 他就不行了 因为还是那个信息量都集中在最后这一点 那么用注意力模型呢 就可以去让他去调整 比如说这里说一个小女孩 坐在床上拿着一个小熊 那这个你去追踪 他产生这一句英文的话 就用刚才说RN那种方法去产生 但是他的词的编码是有他的语意了 但是让他产生这个girl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注意力 你看他用这个亮度来表示他注意力 他就注意到这个地方 所以然后当说这个tedy bed的时候呢 他的注意力会集中到这里 所以这是这是一个用现在 就是说用用人工智能去看了一个照片 看图说话 这个已经这个这个也是相当fancy的一个事情 那么再进一步 这很快就到大家觉得 你怎么老老不说这个chat gpt chat gpt的t是什么 t就是transformer 这个一直这个就没有给一个中文的翻译 这个就叫做transformer 这个这个就就就现在都不翻译了 那transformer是啥呢 就是你从字意上说 他就是一个变换器是吧 他能变 但是我去追究他到底为啥叫transformer的时候呢 我注意到咱们很熟悉的这个变形金刚的这个电影 他的英文名字叫transformer 我想这就我突然就理解了 他是做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能实现各种各样很复杂的事情 那么就像这个变形金刚 那么这是他这个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工作 这也是Google的人做的 叫做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就是说你其实刚才说了LSTM呀 怎么样长短记忆呀 或者其他的那些技巧呢都不用 你主要把这个注意力搞好 你通过一个注意力机制搞好 就就能够学会这个语言里的这个这个东西 这里他已经脱离开机器翻译了 他这个注意力呢引入一个自注意力 他为了学习这个语言让机器好像真的懂这个语言 还是加引号的懂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懂 因为他这个 那他看上去像懂 就是他要有一个自注意力 他不只是学上下文 而是说我们看这个例子哈 就说你看这个句子说 the law will never be perfect but its application should be 那么这个这里说这个ate是个代词 他代表的啥呢 他通过自注意力的学习 他会学出来 他的注意力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这 law上 就是他学习到这个上面这半句话里边说的那个名词 这里ate是代表他的等等吧 就是还有这个动一个动词 他的他指向的宾语是什么 包括以及跨句子的上一句说的一件事 下一个句子说的接着说等等 这是一个重要的 这是他的结构 他他这个他这个自注意力呢就对这个语言自己去进行训练和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同时呢他做积极翻译带有一个输出的语言 他也做这个自注意力的学习 然后又有一个跨语言的一个注意力 那么这里呢他在用这个RNA的方法去展开 就在这个整个自然语言处理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同时除了自然语言处理呢人们做这个做这个把其他的序列 人们想象力也丰富 他说音乐 这稍微尝试了一下 比如说用这个这种方法 你是不是可以作曲 作曲要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才会好听 但是刚才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啊 他这个这是15年的一个水平 他这个 这些线是表示产生现在这个音符的时候呢 他注意到以前的哪些音 这样呢他会产生一个这个一个音乐 当然这个音乐很幼稚不怎么好听 但是呢他已经有点这个意思 但是这件事从这个Transformer之后呢 就应该是说正式引起了这个自然语言的一个竞赛 一个军备竞赛 这个后面的每一步进展 其实都是让人这个非常叹为 这个不能说叹为观止嘛 就会就非常感叹的 但是呢直到今年这个其实去年底的这个进展 才会引起大众的重视 比如说在这个这个Google 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版本叫做Bird 叫做双向的这么一个表示学习的一个Transformer 总之他这个刚才那个Transformer的一个更复杂的版本 他这里边呢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预训练 一个叫做微调 Fantone 预训练就是用大量的语料呢 去做预训练 把里边很多参数调个差不多 然后再根据你特定的任务 预训练的时候是没有特定任务的 再根据特定任务呢 去做一些微调 那么这个是 然后呢 这是在18年嘛 然后18年的这个OpenAI的人呢 就做了一个叫GPT 叫做生成式的预训练 这个Transformer 这个就是GPT 当然后来人们把它叫做GPT-1 第一版出来的时候 自己不叫GPT 不叫第一版了 当然 那么它是它这个结构比Bird的要更简单一点 但是是这么一个结构 有12层 现在是一层 这每一层里又有 又你要真画出来的话 得画一张非常大的纸才能画出来 所以都用这种方法 这每一个框里 它其实又有一个复杂的结构 但是整个这个模块呢 它重复12次 然后呢 这个里面它也是要通过一个预训练 然后再用特定的任务去训练 这就是在这个是GPT 它的当时的这个是 就是GPT-1 那么很快呢 就到这个 20年呢 就出了一个GPT-2 从原来的18 这个12 刚才那个12套 这个这个结构呢 变成了48套这个结构 我们就就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来看它这个细节 总的这个基本的原则 还是Transformer的那个 因为它最后还是叫Transformer嘛 这个它有一些微调 但是这个时候呢 已经这个参数量已经上来了 那么就是这个15亿的这个参数量 那么它在这个250个TPU上 这个TPU这个这个还不是那个GP 应该是专门做神经网络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计算的单元上呢 就要训七天的样子 我们看那个时候呢 其实已经很惊艳了 就是你给它一个 起一个头 给它这是给它起一个头 你给它起一个头 让它自己去创作一个短小说 这是底下它创作的那个小说 就是这个你看上去呢 已经不是那么幼稚了 至少对于咱们这个英文 不是母语的来说 看上去不是那么幼稚了 那么这些里边 那么当然他们并没停下来 刚才那个不是20年 这个GPG3是20年 那个GPG3是20年的 这个是GPG3呢 又在刚才那个 这个又又把这个规模扩大 但是整个结构呢 变化不是太大 但是在他们训练的语料上 和这个规模上 这一些参数上呢 都做了变化 到了应该这是 这是多少 175B 就是1750亿个参数 然后就刚才那个结构啊 它套了96层 当然结构里边也增加了一些 这个一些这个小的 这个微调的 那么这个 这个到了GPG3以后呢 就是它做的东西 就更像模像样 其实那个时候 这个我们做人工智能的人 包括我上课啊 已经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这是20年 那么20年呢 这个竞赛 就是这个 这个从1920年 都是这个OpenAI在引领 那么这个显然这个 它的这个根子上的技术 还是最开始是谷歌发明的 是吧 他们也没停下来 那21年的12月8号呢 谷歌发布了一个东西 叫做Golfer 这个Golfer呢 他这个 就DeepMind发布这个东西啊 他是到280B 就比刚才参数更多 然后这个模型 当然也不一样 这个当时我以为 以为会掀起一个 业界的一个兴奋 但是好像没有太兴奋 可能是当时疫情吧 不过21年的疫情 相对还比较平缓 我们看当时他的这个 为什么我会觉得比较兴奋呢 就是因为你给他这个对话 用户问这个东西 什么是细胞生物学啊 他会给你解释 这个东西 然后这什么东西 然后他这个会说的像模像样 当然这个 这个时候人们就比较啊 这个不同的 当时这个也不光是他们在做 其他的人也在做 包括国内的一些厂家 一些大企业 这个也在做 大家可能比我了解的更清楚 都在好像在比这个 谁做的好 但是大家拿这个模型规模 来做一个比较 但是我觉得模型规模 可能只是因素之一 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 但是比较容易比而已 那你看他也能做一些数学的题目 他能回答 回答的还不错 你要去比当时的这些例子啊 他这个 他好像没有现在的 chat GDP情商高 比如说你说 你这个用户问他 你这个真聪明啊 他一点都不谦虚 对是吧 他说这个 他这个事情 让用户反感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可能是失策的一点啊 就是说他这件事情呢 他发布了他的结果 但是他并没有试图让大众 去来弄一个平台 让大家都去试 我还是说让大家试了 没活起来 我不知道这件事呢 总之呢 这个我 我当时觉得挺失望 当时我上课就讲这个进展 但是呢 觉得好像就没有 没有掀起波浪来 那么这个22年里边呢 刚才是21年12月 2122年 这应该22年2月 还是1月的事情 这个OpenAI发表了 另外一个工作 叫instructGPT 后来人们把他叫做3.5 GPT的3.5 刚才不是GPT3吗 就是他在这个模型上 这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其实我刚才没有说 他在GPT2和GPT3的时候呢 他虽然还叫GPT 还叫预训练的模型 但是呢 他那个预训练 其实他最后没有一个微调了 他这里又把这个微调又引回来 但是用一些标注的对话的样本 用人做了这个精细的标注的对话的样本 去怎么样告诉这个模型 就再去做微调 那这里他有几个原则 就是他希望这个对话呢 这个对于用户 对于这个提问者呢 是有帮助的 另外这个对话是一个诚实的和一个无害的 这三个原则体现在 至于他模型里 因为这个 他的模型里并没有说这个原则怎么体现 那么我理解呢 是他在这个训练的样本里 就怎么挑训练样本去体现了 另外呢 他还有重要的 除了用这个有监督的训练以外呢 他他增加了一个这个这个强化学习的这个步骤 这个强化学习后面我也会讲强化学习的事情 就是这个强化学习他就是 你回答了以后呢 他还会有人工的来告诉你 这个回答的好快 那么给他一个奖励 然后让机器去学习一个奖励的模型 你不能全靠人工去每次告诉他好坏 那么但是要让这个机器去学 这个他的设计师 他的训练师 去怎么去奖励他 那奖励的时候 本着这几个原则 然后最后再用强化学习呢 去学习 这就到了这个GPT 3.5 那么GPT 3.5的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GPT Chat GPT 去年12月2号发布的这个Chat GPT 12月2号还是3号了 这个其实他的核心 就是GPT 3.5的方法 但是他在训练上 这有大半年 就将近一年的功夫嘛 他在训练的这个语料上 和这个对话 和这个强化学习的 这个人工的这个修正上呢 做了应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这一部分工作 他没有披露 包括新的模型也没有披露 所以他就到现在这个样子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我就不用给大家举例子了 当然也有人说 他有不懂的东西 不懂的东西 就说他是什么 这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是吧 但是我们看到 他还是有大量的东西 说的相当不错 这个引起了这个 这个全世界巨大的关注 那么他的原理呢 就我刚才说的 基本上还是这个 instruct GPT的一个原理 但是从instruct GPT开始 其实他对他用的什么数据 怎么做的训练的描述 已经非常不清楚 那个他我想他是有益的 那么这个用的强化学习 怎么样做的这个监督的 这个翻通你呢 这个事情呢 我们其实不太知道 但是总的原理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来看呢 他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那么总的原理还是最开始 这个语言模型的原理 以及强化学习的原理 我就想讲到这里 那么但是我们后 在最后再回过来讨论 如果大家有什么别的 那么我想说呢 在同一个时间 或者稍微早一点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同样值得这个 大家学术界和业界的关注 就是在这个生成模型 刚才是生成语言 我们生成图像的模型里面 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进展 让人这个 这个惊叹的一些进展 其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叫做一个扩散模型 我稍微说一下 有些这个比较关心AI的一些 这个投资人可能了解过 在前些年火了一阵子的 叫做生成对抗网络 干 他其实为了生成图像的 最开始 当然后来用来生成别的 就是说他用一个小 这个警察抓小偷的方式 这个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想他想让一个机器 去产生 以假乱真的数据 以假乱真的图像 那怎么产生呢 他根据什么产生 就从造生产生 就无中生有 生成以假乱真 然后呢 怎么让他产生呢 就是用另外一个机器呢 去识别是真图像 还是假图像 这里有点这个 一个警察去抓 那个造假壁的 那造假壁的 但是如果警察一开始太厉害 一下子就给他打死了 他就没有这个造假壁的 就培养不起能造的像乱真的 造假壁这个例子不太好啊 这有点违法的意思 但总之呢 他就是说这个有点这个 他不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也不是 魔高一尺 道昭高一丈 而是这两个呢 同步的去增长 最后呢 他就能生长出来 接近的 这是他生成的 就接近真实的 这生成的 这不是人手写的 这个生成的 这个就有点象征的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呢 他就能够在这个隐空间里 就是在凭什么生成 就是给他一个 在比如说一百维二百维的空间里 给他一个随机的相量 他就生成出一个人脸来 那么进一步呢 人们在这个空间里 可以做运算 当时比较神奇的运算 就是比如说 你把这个戴眼镜的男子的头像 给他一系列这样的训练 然后不戴眼镜的男子 给他一些训练 然后这不戴眼镜的女子 给他一些训练 然后呢 让他去做一个算法 就是让他一个对图像 在这个这个隐空间里 做一个运算 让他戴眼镜的男子 减去不戴眼镜的男子 加上戴眼镜的 不戴眼镜的女子 就产生出这个戴眼镜的 女子的照片来 这个当然这个 这个也挺神奇 但是大家注意到分辨率很低 我们在那个时候呢 做了一点小事情 这是我们这个已经毕业的 关家齐同学 我们的本科生 毕业设计的时候 花了一年的工作 其实就做了这个事情 我们就把这个图像的 用到文本上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个非常小的 这个小小实验室 用笔记本做的 一个文本生成 当然不是拆的GPT 这个技术思路 而是说这个GUN的技术思路 但是也产生的时候 用了RNA的 这个LSTM的这个思路呢 就是用这样的 自然语言的病例 这个文字的描述 我们收集到了 也就其实也就 3000多例病例 因为再多了 我们也训练不动了 就用笔记本去训练 训练出来呢 让这个电脑 让这个AI呢 去装病 我们是有两种病例 一种是肺炎 一种是肺癌 这是同一个医院 给我们的 这个是可以 这是容易混淆的 那我们就让它装出来 这是装出来的 中文的病例 我们看到这个 如果你不是医生的话呢 你看上去还是相模像样的 对吧 也许有时候也能把医生蒙过去 所以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说看到 拆的GPG 现在的表现 并不是特别 这个 就对我来说 并不是特别吃惊的 虽然很羡慕 但是也不是特别吃惊的 就是因为我们 也能做到这么一点 当然这个是很有限制 就是我们的数据也少 我们这个 从产生的这个句子呢 比较短 长了以后就不行了 长了以后 这个模型就不行了 我们另外训练样本 也不够了等等 这个我不展开来讲了 那么人们用这个思想 他干了很多crazy的事情 疯狂 比如说把这个 做一些这个伪视频 是吧 大家可能听说过 这个deep fake 就是造假的视频 能够让奥巴马说什么话 然后看听上去 语音也是 他的语音 这个动作 也是他的动作 但是都是假的 这个之类的 那这是 那另外一个和这个 其实和这个 稍微比干 稍微再早一点的 就是一个用另外一个 做生成图像的 技术思路 叫做变分字 编码器 我不展开来讲了 这个事情呢 这个他也有 就类似人们也做了一些 用他做一些运算 这个 然后也用他呢 做了比如说音乐 这个音乐呢 就是说你给他 两段音乐 两段这个打击乐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所以这是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训练样本 这是第二段训练样本 然后呢 就让他产生一个新的一个音乐 这是谷歌的人做的 开始新的音乐了 现在是 好 好 这算是一个休息吧 就大家如果这个是戴耳机 如果咱们这个带摊还比较好的话呢 这个音乐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就不继续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些事情呢 这个也没有停滞下来 那么在21年 不是21 20年应该是一个 在这个领域一个重要的进展 就是扩散模型 我稍微讲一下它的原理 很粗啊 就是说 就是其实扩散是一个现象 我们把这个墨水滴到水里以后 它很快就扩散了 这个图像也是 它把这个图像 你给它加噪声 它很快就模糊了 加上白噪声 很快就模糊了 但是扩散模型呢 它做了一个算法 能够把这个过程啊 逆转回来 通过这个事情呢 能够生成新的 我们就看这个 就是生成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分辨率可以相当高了 大家还记得刚才看的照片吧 那不是为了我偷懒 那个把分辨率放低了 它就是分辨率那么低 但是这个照片呢 分辨率要 即使我们把它满屏 你也看不出瑕疵了 也看不出这是人造的 这个照片上 包括这些小照片 大照片 每一个小照片 都是这个大照片 这么一个分辨率 比它更高 这个 这个是完全是世界上不存在的人 完全是用电脑生成出来的人像 他在这个 这是用他这个名人 美国有一个名人数据库 名人没有隐私 所以名人的照片 可以拿来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出来的 但是你去找他 你觉得最像的那些名人 他也不像 但是这些人还这个 帅哥美女还都挺漂亮的是吧 这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进展 但是这个进展呢 这个也没有掀起这个业外的 就是在业内还是相当重视的 但是业外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兴奋 就是他这个基本的原理 就是说一个照片就不断的加噪声 一次加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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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千步 或者这个更多的几千步 上万步的这个一点点加 变成一个几乎是全噪声了 然后由于他一点一点加 然后他有些比较复杂的数学的这个模型 然后一点一点一点又给他算回来 那么怎么产生新的呢 你把这个噪声的这一端 或者在中间某一端 你去按照你的人为的一些要求 去做一些改变 就会产生出和那个当初不一样的来 所以通过这个再进一步 刚才是20年了 到22年就更逆天了 就是他可以做这个 AI的这个图像编辑 而这个图像编辑呢 是用语言指令去让他图像编辑 这也是谷歌和其他一些单位一起来做的 就是说你给他这么一个输入的图像 这么一个鸟 但是你告诉他呢 这个鸟展翅 这是你给他输入一个文字 他把自然语言和这个图像结合起来 然后他产生这是 他用这个图像当模板 然后产生的这个 然后这个人 然后让这个人之后点赞 等等的 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一系列这种事情 你看通知一个人的图像可以产生这么多 那么这个产生的这个事情呢 是我觉得是非常革命性的 这个 这里边 所以我就想这个讲说的呢 就是这这些东西都是刚才说的 这个AIGC叫做AI生成的内容 这个主要是图像内容 当然也可以包括视频 那如果再加上这个Chad GPT的文字 这件事情呢就不得了 那么这个从大家注意到这个Chad GPT可以乱真的时候呢 我想从刚才这些例子呢 大家也应该能意识到 这个生成的图像 包括视频也已经可以乱真了 那么这里刚才提到这个Chad GPT 最后能从这个 GPT3升级到Chad GPT 重要的是用了强化学习 其实强化学习是AI里边 另外一个前沿 有的人认为这个AI的未来在于强化学习 我这里稍微很快的说一下 这个强化学习是个什么基本的思想 最开始我们不是说这个 积极学习有这个四大任务吗 识别发现决策和生成 一直在说生成 最早人们一直在说识别是吧 就认识狗认识猫认识男的女的 能够做人脸识别 这就是识别 刚才都在说生成 决策呢 它是靠强化学习 因为决策的目的 说我这个现在干一件事情 我今晚上做一个报告 或者我听一个报告 对于我的人生有什么好处 这个很难说这一步 但是每一步呢 我们都有一个目标 我们去怎么样决策 然后我们在决策过程中 就感觉说今晚上 如果大家听了这个报告以后 觉得哎呀 我浪费了一个小时 这个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改变 你下次做决策 是吧 这就是人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学习 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强化学习 那强化学习呢 也不是个特别新的事情 但是呢 他这个最近这些年有很大的进展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进展 就是不用真实数据去训练 用仿真数据去训练 这个事情呢 就是大家都说这个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最主要的需要数据去训练 大数据 这个没错 但是呢 当他会用假数据去训练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就又不得了 那么强化学习基本概念 就是说我有一个人 他把叫做agent 就是这个机器 这个不是不一定是这个机器 他有一定的环境 他一个生存的环境 或者是他下棋 就是他的对手 或者他干一业什么决策 他是个投资的环境啊 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医疗的环境 他在这个环境下 他要有一系列的动作可以做 也可以不做 但是他按照一个时间 说今天该做什么 明天该做什么 做了以后呢 就会对这个环境产生影响 这个产生的影响 有可能对他好 有可能对他不好 这个因为他会改变这个环境的状态 那改变这个状态 他要观察 观察了以后 这个状态改变以后 关键是说 对于他的人生目标来说 这个改变是个好的 还是个坏的 当然用这么做比方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人生的目标很远 我每一步不太容易做好做坏 所以你要去仿真多次的人生 才有可能总结出这个规律来 你或者你总结看很多名人自传 你学了很多 这个这是大约的这么一个原理 那这么一个原理呢 这些步骤呢 都可以用积极学习来学 这是其中的一个算法 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算法 那么其实这么一个思想呢 就是AlphaGo 这个前些年特别火的 现在有点忘了的 它其实核心的呢 它是用了深度学习 但是它不是像识别 这个ImageNet 识别人脸 识别这个 那么一个 它也不是生成的 它核心的是个强化学习 就是因为你每一步 你并不能直接决定最后的成败 但是每一步都有影响 所以每一步里面该怎么行动 它有一个策略 然后这个策略是基于它的一个价值观 它得会判断现在这个棋局 对自己将来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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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个什么 什么有好处有坏 定量的去判断 所以它用了多个深度的神经网络 去学习这个价值和学习这个策略 那它是一个这个强化学习 这个最开始是学人的棋局的时候 就是一个一般的强化学习 后来AlphaGo Zero 就是它自己下很多自己的虚拟的棋局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彻底就人就无敌了 它原来只学人的棋局的时候 那人们还试图挑战它 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仿真的例子 就是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假如说有一个登录器 它要落到月球上这两个棋之间 那么当然这是个控制问题 我在自动化系 你可以设计出控制的算法来去做 但是控制的算法 你如果理想状态下 你可以写出公式来能写的很准 在月球这种事可能是可以 但是在复杂的环境下 地球上如果刮风啊各种事情 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也可以做啊 但是呢 这个就比较复杂 那么它这个现在呢 是说就是让它仿真的去多次实验 那总有实验好的实验不好的 每一次它就总结经验 仿真的它是个游戏 它也不怕摔死 那总结经验以后呢 你看训练50次以后呢 它就已经落到这里边的这个机会就大多了 然后训练了150次以后呢 150弱而好不是150次 它就几乎每次都会落平稳的落下来 就是它有三个方向的推进器去这么这么落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强化学习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人们现在控制无人机到一个复杂的环境下 那个事情你怎么去控制无人机 这个得让它现场得有学习能力 事先我们可以编给它设计好一些控制策略 但是呢 在复杂的环境下 它要现场有一些学习能力 那么这是这个人们在这个控制无人机等等 这个包括用这个机器狗机器人的走路 用这种方式去教它怎么走路 那么我下面呢 我最后的这个例子吧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也是OpenAI的 所以OpenAI并不是只做这个拆的GPT的 OpenAI做了一个很灵巧的一个手 一个机械手 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哈 但是这个机械手你看这个关节啊 非常灵巧 它呢 这个机械手的关节 它要让它操纵 它这是个魔方 你给它一个目标 让它跟着这个目标去来 用这个五个手指头来操作这个魔方 这有个摄像头给它看着 然后呢 让这个手怎么动作 尽快的去 你这个给它这个 让它做成什么样子 就摆到什么位置 然后我们看它做到什么 做的这个灵活的程度 这些事情呢 它不是靠 你要真是靠控制的算法去设计的话 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它现在把这个机械手做到这个灵巧的程度 机械上硬件上有这个能力以后呢 所有的控制算法是靠强化学习学出来的 然后它就能基本上很快的就能够能够达到它这个这个目标 这个工作是19年的工作 但是它怎么学呢 它是用仿真学 它不是用真实的这个机械手去学 那个太慢了 它用它对这个机械手的操作建了这个数字的仿真模型 就这个操作啊 建了数字的仿真模型 这是仿真模型 它用动画演示出来 这是这个相机拍摄的 这是动画 动画的仿真模型 这个有大量的这个这样的手在去做大量的各种动作 就是随意的做各种动作 做各种动作的时候呢 让它去学这个关节 为了达到什么 什么这个你怎么做什么动作 就能做到一个什么 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去这么去大量的去这个做这个这样的训练 就使得它最后学会做这个很灵巧的动作 这件事呢 我们作为这个控制的来说 作为硬件来说呢 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机械手啊 机器人的这个硬件的能力已经相当强 我之前在在之前有人做这个机器人的公司 做了这个一个机器人 他能够干各种东西 给你打开瓶子盖 倒酒啊 各种人们觉得这个人才能做的 很容易很很容易就就就就闯祸的那些动作呢 这个机械手这个机器人都可以做 但是他是在人的遥控操作下可以做 因为他自己的控制让他自主的做这件事情控制算法还做不到 但是他这个这样做的话呢 他这种用大量的仿真去训练这个强化学习做到这个程度 我想这个机器人领域也会有不得了的这个进展 差不多就这个机器学习本身的 我觉得至少有这个三个方面的进展 就是这个Chad GPT算一个这个这个AIGC的这个Diffusion Model和这个强化学习的仿真训练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对世界的影响甚至说大了的话 对稍微有点夸张 这个对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应该还是在同一个量级上的这几个 但现在大家都在关注Chad GPT 那么我最后花这个这个两三分钟时间说一下 我们这个这个在AI的和生物医学结合方面做的一点想法吧 这个话题要展开的话 时间太长我就不展开了 我们来观察生命 这个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或者医生能够观察到的 我们把它叫做表形 这个表形包括你长得高癌胖瘦啊 这次新冠为什么你就没感染我就感染了 感染了你为什么是这个症状 我为什么那个症状 那么这些背后的因素 很多人们很多还不理解 但是基本上呢 主要的一个因素有遗传学的因素 那么再有就是生活方式的因素 还有就环境的因素 那么这是我们要理解这个表形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那么大约可能就是这三个方面 我们把这个这个人 如果这三个方面和表形的联系都搞透了的话呢 可能就能理解我们大部分的生命现象 那么人们发明了很多的从临床到基础生物学 尤其是基因啊蛋白啊细胞啊这些 这些年这个有很多的技术去观测它 观测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大家认识到 也是我们有了这样的技术能够实现 就是说我们试图去理解生命 认识到什么呢 认识到所有的这些因素 它其实都是信息 这就是有人为我为什么在自动化系做生命 为什么这个还是生命学院和医学院的兼职的教授 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生命的本质的规律 是在于它的信息 那么我们的这个物质的和能量的 是这个背后的信息决定的 就生命看上去是个物质组成的 是吧人这么高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是肯定是物质 那么这个物质它能活肯定有能量 但是背后它是有这个信息的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就是有这个遗传的程序 也有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的因素 最后表现出来 那么我们的你要真正理解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这些信息 都给它恢复出来 并且知道他们内带的联系 就像我们试图去理解自然语言 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从用大量的实力去学到自然语言背后的规律 我们现在有人 这个人呢 它比自然语言要复杂多了 虽然自然语言是人创造的 但是人你都不知道是几维的 是吧 这个事情呢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对健康的人 它的细胞 细胞里的基因是什么情况 它在某一种状态下怎么样 另外一种状态怎么样 我们要做数字化 所以我们提出来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这个很多工作也是在我们在推的 我们在这个20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叫做数积生命 就我们自然的生命是探机的 那么我们真正的要理解这个生命呢 需要把探机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数字化 就全尺度全方位的去感知生命所有的信息 然后你只感知不够的 那是个死的 那么我们要对它数学化 要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 用深度神经网络啊 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新发展一些方法 这个那么最后才能实现智能化 就很多人说智能医疗 AI用到医疗上去 那么如果只是去用AI去怎么样 去学大夫怎么描述 那么这件事情是不够的 这个本质上的需要数字化 数学化 最后智能化 就像刚才的仿真的这个强化学习是这样的 那么时间关系我不展开来讲啊 这个就是建立了这样的数基生命系统以后 它是会对未来的 不管是健康管理 还是这个医疗的实践 还是公共卫生 也包括我们的药物设计啊 药物实验啊 这个基本的生物实现 和是懂得生命的基底 这是它未来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自己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个例子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如果关心生命领域 大家知道肿瘤里边 现在很多人看好的这个靶向免疫治疗 那其中呢 这个Carty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但是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 最大的失败就是 它会有副作用 它这个副作用 你不好预期 你不知道这个副作用更大 还是更小 对什么副作用 那么你用动物实验不足以研究它 那么用真人 显然你不能做实验了 那么所以如果你给这个真人 你本来要治这里的肿瘤 但是它对其他什么地方什么作用 那么我们用把这个通过人类细胞图谱 我们建立的这个人体细胞图谱 那么把人体的各个器官的细胞 它的基因表达的情况 都建立起这么一个虚拟人体来 就可以给这个虚拟的人体去喂药 然后去用我们的算法呢 去分析这个药会在哪些细胞上 去发生作用 这些细胞都是来自哪些组织 比如说这是我们就用现在 最成功的这个CD19阳性的 治疗这个淋巴瘤的这个Carty的药物 和CD22阳性的Carty的药物 去做的实验 那么我就不展开讲了 大家感兴趣 我们再找别的时间交流 就是我们发现 它这个本来治这个 这个淋巴癌的 那么它会在脑和心脏 等等吧 在肺和其他的地方 会对他的什么细胞会有影响 这就是开辟一个我们在数字化的做这个仿真的 这个这个药物的实验 这样的实验 当然也可以用来做发现新的药物 或者是药物的重定位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 我这是举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AI的可以应用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 你觉得基因这个非常神奇 但是你仔细看进去呢 它就是ACGT四个字母组成的 比自然语言好像还简单 自然语言 中文那么多字 这个英文就26个字母 那这个基因呢 它就是四个字母 这个四个字母 但是它就能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 你随便摆一个四个字母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你去某个特殊的组合 就有这个功能 那么现在做这个基因药物啊 这个细胞药物啊 很重要的就是要发现一些 新的一些基因片段 或者设计一些新的基因片段 它具有我们需要的某种功能 那么这里面怎么设计 因为人们对这个基因 这个语言的认识 比对自然语言的认识 要差很多 自然语言是人造出来 人们懂 基因这个语言人们不懂 但是呢 这是我同事 王小我教授这个做的工作 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 我们用这个生成模型 就是这个类似刚才那个 干的那种思路 类似我们刚才生成那个 假的这个肺炎的病例 肺癌病例的这个思路 去用到这个DNA的这个语言上去 去生成这个基因的元件 一小片段 它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这个已经取得一个非常好的 在这个单细胞的生物上 已经能够造出自然界 不存在的一个片段来 它植入到细胞里去 它具有一个特定的功能 那么这样就给我们未来做这个 人工的设计的基因药物 就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空间 这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通过就这种设计 它可以保证它不干扰正常的 这个它可以和正常的 这个基因的语言是正交的 它不会干扰正常的 它只执行它的功能 所以呢这个是我只举这两个例子 这个这样的例子 还可以很多类似的 就是这只是两个点 所以我想我也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了 这个可能比我预想的 用的多了不少啊 这个抱歉 那么这个最后很快的讨论一下 这个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Chide GPT的能力 确实还是很强的 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 但是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 这个我想强调一个呢 它并不是一个一夜之间 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 而是说是一个一步一步的突破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前沿的 同等量级的一些革命 现在关注的识别比较多 生成有很多革命 现在正在关注 那么发现和决策 还是有待未来在关注的 那么其中如果说 这个机遇和挑战 机遇和挑战有很多 我简单提一下 就是这个AI的怎么轻量化 我没有提 他们业界都很清楚了 现在这个GPT背后是强大的成本 强大的资本和强大的技术团队 这个事情呢 它没有办法民主化 到一个小公司也可以做 大学也可以做 大学只能指上谈兵啊 现在 那么所以呢 另外的医疗呢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医疗 未来呢 应该是树极生命 是它的未来 把这些AI的这些 包括基因组的这些生命科学的 最最前沿的东西 综合在一起 它会给我们带来未来 这个非常抱歉 我发现超时超了太多了 这个 我就讲到这里 第一个 我发现了 感谢观看